下面是一个省略形式 而中等城义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 小九之一也就是小城义的城墙不能超过国都城墙的九分之一 所以这里这几句如果联系来看 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首先应该知道国的城墙的规模应该是多少 然后才能够确定这个大都中都小都 他们的规模应该控制在多少之内 然后也就是也就可以知道这个为什么第一句话说都城过百制就是国之害 是不是 所以这一句要跟这一句联系起来 这个周代是实行这个层层分封的制度 这个我们在前面反复的讲到过 这个层层分封 那有一个前提就是首先要确定王城的规模 然后才能确定下面分封的诸侯的这个规模 他们的这个制度 然后才能够再确定这个诸侯往下分封的时候 他的诸侯有家 这个家的规模应该是多大 也就是说都也罢 这个大都也罢中都也罢 还是小都也罢 那么究竟应该是多少 我们知道周王的这个王城 按照周书里面的技术规模应该是九里 城墙的长度应该是九里 大体上是和这个三百支 三百支 那么正国的这个都城的规模 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不应该超过王城的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他的规模限定在百支 现在都城过了百支 也就是超过了 正国国都的这个规模 所以他说是国之害 那么下面这个金经不度 非智也 也是这个意思 经为什么不度 不合乎法度 就是因为他私自的扩建 扩张 所以就破坏了先王的制度 因此说是金经不度 那么在一个政治实体当中 假如出现了这种违法乱纪的行为 实际上这个国家一定会 当时的国军一定应该出面进行干涉 如果不干涉 就会成为一种风气 那么此风一开 各地的这个数字都四次去扩展自己规模 那么就会对国军的统治形成挑战 所以最后债众就说 均将不堪 您将承受不了 承受不了什么呢 这个后面的内容没有说 但是结合这个语境 我们知道 均将不堪的是 各种对国军地位形成挑战的行为 纷纷发生 纷纷出现 好 我们接着看下面一段文字 好 大家看史记关于这一段的记处是这样的 在众约 经大于国 非所以封树也 这不是用来封树的方式 那么下面有对公书段到经以后具体的这个所作所为的描写 这个在所作者里面没有 断治经 对公书段到经以后 对公书段到经以后 对公书的方式 对公书段到经以后来封树的方式 要让这个公书段占有大于国的经 大于国的经 第二 纵容这个支持公书段 在经这个地方擅置甲兵 扩展自己的武力 正因为是僵势欲知 所以郑庄公就说 焉毙害哪里避得开这个祸害呢 怎么避得开这个祸害呢 僵势是他们二者的母亲 二人的母亲 僵势想要这样 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 郑庄公就感到难以下手 他认为这场祸害是不可避免的 好 下面债众呢 就接着说 僵势何焰之有 僵势哪里会有满足呢 怎么会有满足呢 这里面 实际上 何焰之有 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这一种认为是 何焰是有的便于 把这个何焰提到前面去以后 用一个枝来复制它 第二种解释呢 这个何是修饰后面这个焰之有的 哪里有满足的时候 哪里有满足 怎么会满足呢 这个何是表反问语气的一文代词 它不是这个焰的定 移到前面去的 就是有的便于只是焰这个词 我比较倾向于第一种 分析 大家如果觉得第一种分析不好 我们以前学的都是和什么 放在一起 离到动词前面去 你们可以到左传里面 把所有这个和什么之微 这种格式都找出来 看一下哪一种分析更合理 我可以告诉你们 没有人写过这个文章 就是到底这种结构怎么分析是合理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做这个文章 好 下面不如早为之所 不如早一点给江氏 他们安排个地方 为之所就是为之为所 左传统 左传里面 说天生民而立之君 立之君就是 等于是 为之立君 替这个民 替这个民立一个君主 这个为之所 动词是为 结构是一样的 结构是一样的 就这个动兵关系当中 包含一个戒词为 戒词位 无是自慢 这个无是通甲词 大家可以看课本上的注 不要让他们的势力再扩展了 再自慢了 再蔓延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如果蔓延 那么就难以图谋 所谓难以图谋 就难以对付 这个慢难图 也从句式上来讲 是一个判断句的形式 但是判断主语和判断谓语之间 不是通常一个判断句 所表达的那种语与关系 假 遗也 如果是一个判断句的话 都是表示假和乙 是等同关系 或者是类属关系 但是这里慢和难图之间 既不是等同关系 也不是类属关系 而是假设关系 如果蔓延就难以图谋了 难以对付了 有个同学说 这个解释好像是翻译的结果 因为我把这个句子 直接翻译成 蔓延是难以对付的 可以吗 好像也可以 但是 这只能表明在现代汉语里面 这个判断句 也不完全都是 表这个等同或类属的 这个句式 也在隐身 它所表达的意义 也在隐身 比方说 现在汉语当中 表焦点 表强调 也是用 判断句的形式 对不对 好 下面 蔓延的野草 尚且 不能够除掉 不能够清除 何况是您 受宠爱的弟弟呢 这里面 有怎么样 矿 这个 矿怎么样 这是古代汉语的一个 经常搭配使用的 一种句式 是表 递进关系 先退一步 然后再往前进一步 我们看 对债众的话 这个 郑庄公会怎么回答 他说 多行不义 必自毙 子顾待之 这个话不用解释 是不是 但是 不义 在这里是指成话了 是转指不义的事情 多做不义的事情 那么 一定会自己倒台 自己垮掉 这个壁子 在说文解字里面 收的是 从犬的 许圣说是顿谱也 顿谱就是一下子倒下去 摔下去 这叫做壁 有的时候也不从这个 不是从犬 这个字有个一体形式 是从死 而亚收这个壁 解释是伯爷 伯就是摔倒 摔跟头 所以我们对先秦文献当中的壁字 就不要解释成 死掉 这里就是指的 在政治上摔跟头 事实上 这个公书段最终也不是死掉 而是被逼的 这个到别的国家寻求政治避难去了 好 这是第二段 读完第二段以后 我们就知道这个故事实际上是有两条线索 一条是主线 主线是郑庄公和他的弟弟公书段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奏争 另外还有一条副线 这个副线就是郑庄公和他妈妈之间的矛盾 在第一段里面 作者先介绍了矛盾的背景 起因 从这个物庄公到姜氏为公书段请立 我们可以看到 由于母亲的爱物之偏 已经埋下了导致骨肉相残的祸根 因为爱物之偏是家庭内部的事情 但是当他为段请立的时候 就把这个家庭内部的矛盾引入到这个政治领域了 那么第二段里面 先说这个姜氏为段去请治请经 然后讲这个债众和郑庄公之间的一长段对话 那么整个的这个矛盾的不断的演化 这个要点交代的相当清楚 前面这个姜氏的二情还在家庭内部 但是当债众出场的时候 就意味着这个矛盾已经外部化了 也就是说由外部人物 家庭之外的人物卷入进来了 同时也就反映出这个家庭内部的这种矛盾 政治化之后日趋激烈 尖锐 所以这个债众一再的催促 这个郑庄公赶紧采取措施 赶紧下手 就表明当时的形势 在郑国的大臣看来 已经不能再等了 已经相当严重了 但是呢 跟债众那种焦虑 那种急不可耐的情形相比 郑庄公却是 先是很无可奈何 对不对 是因为僵尸在那里要这样做 然后又表现的 前面是很委屈 很无可奈何 后面呢 多行不亦彼此弊 这是什么话 是大道理 很抽象的大道理 子姑代志 您姑且等着郑庄公输段 自己摔跟头吧 所以代志是 代断自闭 这个知识 指代断自闭的事情 那么 这个时候 郑国的这样 一种矛盾 政治斗争 究竟会走向何处 我们可以说 主动权 还是在郑庄公的手里面 假如这个时候 他这个出面制止的话 那么虽然会 落下一些不良的时评 但是总不至于让这个矛盾 走向极端 所以古人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对郑庄公这个人开始有恶评了 说郑庄公唯意不良 蓄意不良 这还有 daqui 就是这个天下 还有 Qui 天下 祝福 cities 我 这也是 有